第34届日月潭万人永度顺利落幕 医疗救护任务共计提供 永克166人医疗服务 今年状况主要以头晕、擦伤、湿温、抽筋等症状为主 另外在水上救援方面 除了消防局全力动员之外 来自南部由12支民间水上救援团队组成的水安联盟 也出动了300多位的水上救生人员支援 让活动能够顺利圆满 日月潭万人永度活动 除了永克的热情参与 创造单日观光人潮的高峰 另外也必须感谢水上救援团队 以及医疗救护团队的权力协助 为永克的安全及生命把关 今年卫生局结合区医院组成医疗小组 分为三个医疗站 全方位为永克们服务 为了我们永克的安全 总共设置有三处的救护站 那第一个站是在伊达绍 第二个站是在招务码头 第三个站是在后送点 是在九龙口 那我们为了我们这次永度的永克的安全 我们协调中部地区的医院 那除了我们县内的两家医院 福利荣民分院 福利基督教医院之外 那这次我们也特别商情了彰化秀船医院 来担任我们这次的救护的一个平台的单位 那整合彰化基督教医院杀戮 同中和医院总共我们这次是动员了五家的医院 来支援我们这次的救护的一个工作 那另外我们也特别商情 国家搜救中心的空中救护 我们有总共安排了一部的救护直升机 停在明科洛饭店 以备不止之需 那我们今年同中和医院的急诊室 全力支援日月坛的永度活动 我们派出四位医师六位护理师 几乎把一个行动急诊室的规模 推到日月坛这个地点来 那希望因为我们这样的充分的准备 可以让整个活动可以非常顺利 除了空中直升机救援 卫生局也针对历年永克失温问题 特别在医疗站内设计了一间真温室 将温度维持在35度左右 贴心医疗照护 让永克得到更好的服务 除了医疗救护 水上救援工作也相当重要 除了消防局全力动员 南部的水上救生团队 也组成了水上安全联盟 全力配合永渡活动 提供永克永渡时的安全维护工作 我们从民国100年 我们水安联盟 就从10个到今年的 300个的一个水安联盟的成员 我们包括我们从我们桃园 我们台中 彰化 云林 嘉义 台南及到高雄 我们把我们的一些救生教练集结 一起来日乐坛 来守护这个所谓的水安安全的工作 那我们的成员大概300个 这样的延续已经超过5年以上 当然每年都充满了挑战 但是我们都是用最好的状态 来服务每一个来参加日乐坛的勇客 在医疗救护以及水上安全维护 双管旗下之下 2万多名永客一早由招务码头出发 一路在水上救援人员的招务下 顺利平安由易达少码头上岸 完成了永渡3000公尺的创举 医疗救护团队也发挥效用 今年供服务永客166人 提供完善的医疗服务 也使活动更加顺利圆满 台湾会